好 大家午安 这一件剧就在俄罗斯目前是入侵 乌克兰已经18个月之际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 以及国防部美国的五角大象 在25号就宣布 下个月也就是9月开始 将开始在美国境内 训练乌克兰的F-16战机飞行员 那么未来将有数名的飞行员 以及数十名的飞机维修人员 来参与训练 F-16的飞机维修人员 其实是在进行 所以有一个训练训练 他们可能会获得F-16 在未来不太近 根据美方说法 飞行员将在德州的 拉克兰空军基地 来进行英文的训练 那么接着就会前往 埃里套纳来参加F-16的 一个飞行训练 那么至于训练的时间 会有多久 美国的国防部就直言 通常会持续5到8个月 但是这个时间还是要取决于 飞行员他们原有的技术来决定 而就在华府才刚刚批准 要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并且是承诺要训练乌军 他们的计划着手之际 乌克兰在26号就证实 在当地时间25号 有一个空军的演练之中 是有两架的L-39战斗机 是卷入了一个事故 那么总共是有三名多 三名的飞官他们丧命 包括在俄乌战争初期 当时有一个军官 他的代号叫做果汁的飞行员 当时他声名大噪 是因为他和乌克兰 根正他和俄罗斯的军机 是在空中缠斗 并且他也是其中一个 推动西方盟国 向基辅提供F-16的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员 而他生前也是一直都梦想 很想要驾驶F-16 没有想到就在梦想成真前夕 他往生 这也令乌军当时就很多的军官表态 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那么谈到F-16战机 大陆为了是要因应大陆解放军 是频频在台海周边演习 其实美国近期也同样是 将以5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159亿元 对台军售 配备在F-16V战机上的一个 红外线搜索的追踪夹仓 那么这个夹仓呢 它又称为是红外线瞄准和追踪系统 这个就被认为呢 是用来反制大陆解放军的 隐形战机歼20 因为呢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别于利用无线电的电波 来寻找战机 这个系统呢 这个红色的系统 打开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系统 它是透过目标所散发的一个热信号 也就是呢 机体表面和空气强烈摩擦的时候呢 会产生的一个热量 就以这个热量来侦测到热源信号 所以呢 这也意味着 这个系统在未来呢 很有可能就会让金20 它不再可以隐形 它是可以被追踪到的 被这个战机来追踪到 那么针对这是否 真的可以反制金20 其实呢大陆的专家 魏东旭 他也点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呢 该系统确实是可以侦测到隐形战机 但是呢要考虑到红外线的追踪夹舱呢 它只可以比从雷达更近的一个距离来锁定目标 但是呢其实大陆的金20 他们是可以利用雷达以更远的一个距离来侦查到F-16 也就是呢 该系统它得以近距离 要很靠近金20的时候 它才可以追踪到金20 但是呢 金20它老早呢 就已经利用雷达追踪到F-16 所以呢当然现在是这么说 但是呢 如果台海真的爆发一个冲突 还是要综合各种装备 因为不可能呢 专家表示不可能只单靠一个装备来打胜仗 另外呢我国前推移的利少将他也点出 该系统它的原料呢 就是先前被大陆管制的加根者里面的者 所以呢美军现在有多少原料是第一个问题 而且呢就算真的做出来 美国呢他们会优先给美军使用 还是呢会做出来之后给台湾使用 这也是一个问号 而且实际上呢 美国向台湾购买的这个 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的F-16V 这个订单呢到现在 其实呢都还是延迟的一个状态 那么前任委郭正亮他就直言 该系统很有可能呢 要到2026年 20127年的时候才会全数的交货 所以呢这也代表 现在这些系统呢 其实根本这个系统呢 根本就没有地方 也就是没有实体的一个战机呢 是可以让他装载这些夹舱 另外呢交集之后 和美军提供5军的这个F-16同样 也是需要训练时间 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技术 还有语言问题呢 都是一些要讨论的重点 所以呢真的 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发挥 战力要等多久 这恐怕呢还是要得等上很多年 那么郭正亮呢 在昨天烙碗爆的节目当中 他还认为美国现在呢 的做法似乎是怕 以后均售台湾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呢现在感觉就是 可以给的就尽快给 不这个F-16V根本就还没有 还没有变成我们的基本 基本的机队啊还没有啊 它整个飞机慢慢交 我记得买了66架嘛 大概要到2026 2027左右 才能够全部交完啊 所以这个夹舱 现在也没有地方放 不我们有少数几架啦 可是因为你交机之后也要训练嘛 要因为是一个升级版嘛 所以你要熟悉它的各种战力啊 所以我认为真的要发挥战力 真的有效的战力还要好几年啦 美国现在的动作给我的感觉啦 因为他常常就是三四亿五亿 这样一直给一直给 这个第11批嘛对不对 就给他一种感觉啦 就是他好像怕以后要军售给你会越来越困难 而在美国内政方面 持续因为枪支暴力问题登上国际版面 佛州捷克维森寺有一家平价的商品连锁店呢 在台湾时间今天就发生了枪击案 那么有一名白人枪手他是持步枪和手枪枪杀三人 并且开枪自强 而在不久之前呢 其实马州波士顿举行的嘉年华游行里面呢 也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至少是有七人送一 而美国职报大联盟芝加哥白袜队的一个比赛 25号呢才刚刚在前一天呢 也是传出了枪击 美国奥克拉荷马州一所高中 25号同一天呢 也是在美式足球的比赛期间 同样是传出了枪象 那么可以看到呢 一个周末四起的枪击案 美国政府到现在呢 警方和政府却是无力防治 这样CNN主播他在播报的时候呢 是感到相当无奈 一是一種在了 减少的地方 我再发生了一个 课程中一个 两个指示的 但是一是一种 这件事是合逊 确保佳 区别的 都要有一些 如果这件事 的人 我们也没想到 对 一个公司 这将会再回到前面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 跟着美国非盈力组织数据 截至7月3号为止 美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 427起的大规模枪击案 也就是四个人以上死亡 不含枪手的一个大规模枪击 这也代表平均一天 美国就会发生两起枪击案 而截至7月多 已经是造成490人死亡 1708人受伤 而且要注意 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是8月的数字 只有7月之前的 这个发生的枪击事件 一周四起 而在奥赫拉荷马州的枪击事件 事发当下也正在比赛 所有人听到枪击声 可以看到他们立刻拔腿就跑 令人口气 画面中可以看到足球场上 正在进行比赛 突然间听到枪响 大家拔腿就跑 可以看到球员和球迷 往四处狂奔主播当场 不知所措 有的民众干脆浮身在场地上 希望能够躲过被射击 这是奥克拉荷马一所高中美式足球赛 突然发生有人开枪 导致一名16岁青年死亡 多人受伤 而芝加哥大联盟的白袜球场 也传出枪击案 当时有两万两千多人在观赏球赛 一名42岁的女性腿部中弹之后 被送医急救 目前状况稳定 另外一名女性腹部插伤 拒绝接受治疗 而波士顿加勒比海加年华游行 也发生有人持枪射击 至少造成其人受伤 还好生命没有大碍 警方已经将行凶者逮捕到案 另外在佛州一名男性 手持步枪以及手枪 走进一家平架连锁商店 开始滥射 造成三名非洲裔的民众死亡 嫌犯在与警方对之之后 引但自尽 警方表示 他是出自于种族仇恨的动机犯案 事后警方公布AR15步枪 上面有纳粹的符号 不过警方强调 他是单独犯案 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选择翻唱了 给大家画面ask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